李敖有话说 我看到香港转给我的凤凰网站上的资料 有内地的观众说 你李敖的节目为什么谈了那么多的过去的事情 为什么不谈现在的和未来的事情 其实我谈过去就是谈现在就是谈未来 你想了解现在你想了解未来 如果你不了解过去 你就不可能深入的了解现在和未来 所以提出这个一地的观众 他的视野太狭窄了 他不晓得未来是从现在开始 现在是从过去起步 我身边的对联是左宗堂写的 叫做立脚怕随流俗转 流心学到古人难 立脚怕随流俗转 流心学到古人难 为什么学到古人难 因为我们要了解现在是从古来的 要了解古 我们已经是现在了 用现在的往前了解 需要一点本领 需要很多的学问 《诗经》里面有一首诗 叫做《诗书》 《诗书》呢就是胖老鼠 大家注意你看没有 这就是现在的古人不一样 这首诗在前面 然后呢最后才是目录 标题在《诗书》三章八句 在后面 中国很多古人 我们现在看书啊 《诗》在前面 古人的书很多《诗》都在后面 所以我们念庄子 天下篇 最后一篇 那是《诗》 那整个庄子书的《诗》放在最后 看到没有 《诗经》的诗标题在后面 这个《诗书》这个诗啊 我给大家念一遍 大家看看这个诗啊 怎么回事啊 它是描写一个 吃的 偷吃我们东西的一个胖老鼠 这个诗呢 这是几千年以前 中国人对黑暗统治的抗议 1983年8月20号 我李敖在法院旁听的椅子上面 带着门诗就翻成了白话 《古今对照》 我把它对照 大家看啊 我先念这个古诗啊 诗属诗属 无诗我属 三岁贯辱 莫我肯顾 诗将去辱 是比乐图 乐图乐图 原我 担得我所 诗属是属 无时我迈 三岁贯辱 莫我肯得 诗将去辱 是比乐国 乐国乐国 原得我值 诗属是属 无时我苗 三岁贯辱 莫我肯劳 诗将去辱 是比乐交 乐交乐交 谁知永豪 大家注意啊 这古代的文字 文言文呢 对年轻的朋友而言 就是外国文 因为太难懂了啊 可是 用不 因为他难懂 我们就怕他 你看 我把他翻成了 白话文 是什么结果 大家看啊 胖老鼠啊 胖老鼠 别吃我黄鼠 养你养了三年多 你却对我不照顾 我要发誓 离开你 去到那乐土 乐土啊乐土 那儿才吃我住处 胖老鼠啊 胖老鼠 别吃我小麦 养你养了三年多 你却对我还来赛 我要发誓 离开你 去到那乐国 乐国啊乐国 那儿离住才值得 胖老鼠啊 胖老鼠 别吃我和苗 养你养了三年多 你却对我不畏劳 我要发誓 离开你 去到那乐交 乐交啊乐交 那儿住下 谁还大哭大嚎 你不觉得 这种翻译 一看活生生的 活泼泼的 一个死掉的古诗 立刻就活起来了 为什么 翻译的好 就我能够掌握了 中文的那个神韵 而把它 打达出来 大家看 古文 就这样看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两三千年以前 中国的古人 中国的人民 对抗那种 统治者 压迫他的统治者 他会反抗 他会争取言论自由 用什么方法呢 用这种讽刺方法 对于压迫我的人 是个胖老鼠 你整天偷吃我东西 我养着你 结果你害我 害我 我没有办法 我想 离开 你 我想 到乐交 到乐国 我离开另外一个地方 可是 都离不开 所以呢 就跟他纠缠不清 所以呢 就出来 这一首诗 为什么要用这种诗给大家看 告诉大家 我们从古典的东西里面 可以得到很多新的觉悟 很多新的起物 看来是你聊得谈古的东西 事实上就是解释今天吗 不是吗 大家看这个人 我在节目里面提过他 他的名字叫做盛世财 他跟我同乡 是中国的东北人 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的 在张学良手下做事 后来啊 单枪匹马到了新疆 在新疆 阴挫阳差 他就变成了新疆王 新疆王 他就是反反复复的 一会儿就跟史大林合作 脱离了中国 好像脱离了中国 一会儿又跟国民政府合作 又归属了中央 就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后来他回到了重庆 做了农林部长 因为他在新疆 反反复复杀了很多人 很多人要求蒋介石 去研办他 那些被害人的家属 要求研办他 他们请愿 很多人哭哭啼啼的请愿 蒋介石出来 跟他们讲了一段话 说几十年来 中央政府 没有给新疆 一块钱 也没有给新疆 一颗枪 一杆枪 可是今天新疆 还挂的国旗 是青天白日旗 当时的国旗 青天白日旗 什么人有这个本领 有这个功劳 就是盛世财 所以呢 我不能办他 后来盛世财到了台湾 死在台湾 就这么一个家伙 看起来凶凶的 他里面有一个故事 他反反复复的时候 抓了政治犯 他要政治犯招供 招供的时候 底架在他手里 要你承认什么东西 他不说破 要逼着你说 要你说破 我在国民党的 伪政府的监狱里面 也被抓起来了 给我很多罪名 我也搞不清楚 把他弄烦了 我说拿笔来 拿纸来 我签字好不好 前面你们随便骗我 什么罪名 说我什么人 说我什么干什么 我都承认 他们说 你懂什么意思啊 你这样看不起我们 你以为你的罪 我们抓不到啊 你以为秘密 你可以藏到棺材里面啊 不行 我们要你逼你说出来 我说你要逼说什么呢 没有这个事说什么呢 你要编 你给我一点点线索啊 给我一点点提示 他们说我们没有线索 我们不提示 这就是标准的这种办案人员的这种 职业上的毛病 就是他逼你承认承认承认什么 可是呢 他不说破 他要你从你嘴巴里面说出来啊 看到没有啊 啊 他们就 我说 你们要我说 总的透露一点蛛丝马迹 让我来编 他们说 我们不提示 正因为他们的信条是不提示 所以才有新疆王盛世财 那种整人作风 盛世财怎么整人呢 抓到 整日饭 那个人呢 叫做丁卫辞 把他抓住 问他 你拿了多少苏联人的钱 拿了多少卢布 丁卫辞 不声请求 向盛世财说 你说拿多少 就拿多少 我承认就是 盛世财 一定要逼人自己 自己说 你拿多少 不是我告诉你的 于是丁卫辞 只好从拿五万块钱说起 盛世财说 嫌少 说没那么少 独打 独打之下 卢布有五万 升到了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 还打不停 嫌太少 丁卫辞 索性 自乎 拿了一百万 结果盛世财说 太多了 你没拿那么多 于是 丁卫辞 由十万 二十万 三十万 一路往上升以后 再从九十万 八十万 七十万 六十万 一路往下降 被毒打在 铁屋顽腐的时候 丁卫辞说出 五十万 盛世财 认为 父岸相合 含笑叫停 不要打了 盛世财的结论 是 丁卫辞 你早说实话 不就少吃了那么多的苦头吗 这种办案人员的心态 后来我才悟出道理来 原来这是一种自欺型的心理变态 一种自欺型的虐待狂 他不说出来 他的底价是五十万 然后他打你 你说从十万 二十万 说到了九十万 然后再降下来 正好五十万 就是五十万 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出来的 五十万是出于你之口 可是事实上呢 是他不断的排列组合 打出来的结果 讲这个故事干嘛 现在的故事了吧 我告诉你 这是古代的故事 台湾有一个国民党的作家 他的名字叫做柏阳 他翻译了司马光的资质通鉴 他一翻译的时候 我就发表谈话 我说上帝保佑司马光 什么原因呢 你会给他乱翻译器 根本失掉了司马光那个原位 果然呢 就出了事情 其中呢 有一段话 司马光引证的汉朝人的一段话 我们看柏阳怎么处理 汉朝一个人叫陆军书 他谈到了一段话 他说人情安自乐生 通自私死 你打他之下呢 打他之后呢 何求不可得 你给他行求 要什么结论 就有什么结论 故求人不生痛 被打的人疼得受不了了 则词以试制 用那种装饰出来的 那种修饰出来的词汇 干什么呢 以试制 注意这个字啊 以试制 内智者 就是审问他那人 立其然 则指道以明知 注意这个试字 这个试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要我底下 到底我拿多少颅布啊 我不知道 可你偏偏打我 以试制 就是我一定爱打 我一定这样看着你 干什么 希望从你的表情里 从你眼神里面 给我一点点提示 到底你的底价是多少 你认为我拿多少钱 是五十万吗 啊 所以呢 这个试制非常生动 我比如准备好谎话 以试制 试验性的谎话 说二十万呢 三十万呢 九十万呢 八十万呢 以试制 最后 看你的表情 而打他的人 立其然 利用他这种情况 指道以明知 然后 顺着他的话 告诉他 啊 没有那么多 二十万没那么少 三十万没那么少 哦 九十万没那么多 那八十万七十万 看着你 五十万 哎 你说 对了 不成不早说 就是整个的文字结构 就这个结构 你不了解 刚才我讲的 那个现在的故事 圣志才跟丁维茨的故事 你不会懂 陆文书 在汉朝人的这段话 就是你很难解释出来 这个试制 这个语气 这修词上面的 这种功夫 洗得好 看到没有 我再把它翻译出来 按人之常情 过得好 就喜欢活 痛苦不堪 就要寻死 在行求之下 什么口供得不到呢 所以囚犯受不了痛苦 就编造假情节 给办案的人员 看办案人员的反应 以失智啊 啊 以猜度 是不是编对了方向 接近了原案 而办案人员 就趁着这种假情节 教导他如何编成假口供 再看原文 看到没有 苏人情安则乐生 痛则思子 吃主之下 何求而不可得 古丘人不生痛 则誓此以誓之 立志者立其难 则指道以明之 翻成白话 大家懂了 啊 然后我们再看 国民党文人 那个国文程度不够的 柏阳怎么样的胡乱翻译这句话 啊 看到没有啊 你看到没有啊 柏阳呢 把他翻成完全翻错了 柏阳翻成当秋半无法忍受痛苦之时 审问官再提出隐约的暗示 把这试制看着 管他翻错了啊 如果对方不能了解 或拒绝依照隐约的暗示招供 办案人员为了顺利结案 就索性明明白白告诉他 柏阳这段话是完全闹了笑话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论从事实上 或者从文法上 誓词以誓之的主词是谁啊 是犯人秋人自己 绝非柏阳胡说八道的什么 审问官 所以卢文书汉朝这个人的原意是说 秋犯受不了痛苦 就编造假情节给办案人员看 看办案人员反映 你猜度是不是编对的方向 接近了原案 而办案人员就趁着这种假情节 教导他如何编成口供 柏阳的国文程度太差 看不懂原文 就信笔乱翻 把立志者立其然 则指导以明知 也全部跟着翻错 闹了大笑话 这就是现代跟古代的事情 谈的是现代 跟着过去来的 换句话说 这种政府派情治人员 整这些无辜的秋犯 从汉朝到现代是一样的 方式是一样的 而秋犯应付的方法 无奈的表情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刚才我讲这些故事 大家才懂这段话怎么翻译 否则不懂 就看着国民党文人 柏阳这种国文程度不好的人 胡乱翻译 这个自重建 所以呢 司马光 死而有之 会睡不着觉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结果 到处都是 错误到处都是 你看呢 刘邦 刘邦打天下 最后把秦朝推翻的时候 进入关东 看到没有 这就是《史记》里面记载的 看到 刘邦与傅老约 与关东的这些 人民说 约定 你点在这里啊 约定 法三章儿 法律只有三条 哪三条呢 杀人者死 你们乱搞 我为师治安 你杀人 我就把你干掉 伤人即到底罪 伤人抵罪 到底罪 杀人 我就要你偿命 你把人弄伤了 我就按照罪来治你 抵罪 抢东西 偷东西 我也给你抵罪 按照罪名 去办你 就是三条 后来这个 都错了 变成约法三章 错的 看见没有 我给你约定 注意啊 约在这里 标准在这里啊 法律一点啊 你给约 法律 我刘邦的法律 就是三条 约法三章儿 约跟法 中间有个点儿 根本连不到一起去的 后来 大家读书 读乱了 就变成约法 约法三章 你看看 孙中山全集里面 孙中山做了 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就出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1912年3月11号公布的 什么叫做约法 约法后来就变成了宪法 可是约法怎么来的 是因为大家 不会读古书 读错了古书 与父老约法三章儿 变成了与父老约法三章儿 都错了 这就是我举个例子 不了解过去 你对现在也就跟着错了 所以需要你解释的部分 有三类 一个就是解释太少 一个解释太多 一个是无需解释 现在情况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典型的解释错误 因为解释错误 所以我们才知道 很多笑话就会跟着出现了 我跟各位说 我的学问害死了我 害在什么程度呢 就是使我不得安宁 使我精神状态 有时候不得安宁 我看到什么东西 都觉得它妥不妥 好不说 我们看到中庸四书里面 中庸里面的读书方法 中庸里面说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独行之 在我看起来 这是个非常啰嗦的 不科学的一个学习程序 为什么呢 在我看起来 博学就好了 审问 研究学问就好了 慎思明辨 明辨 都属于审问的范围以内啊 然后怎么样 独行之 就好了 所以对我而言 中庸里面的五个步骤 事实上就是三个步骤 就是博学之 审问之 独行之 今天我把这种方法 教给大家看 亮一手给大家看 告诉大家 怎么样 练书 怎么样 做学问 怎么样 从过去 来了解现在 从现在 来了解 未来 那种在网站上面 觉得 一刀剪断 不要谈过去的事情 就以为 可以了解 现在的人 这种人呢 对知识的 这种延续性 很陌生 所以呢 他觉得 可以用 简单的 取巧的方法 来了解 现在 和未来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尤其 对中国的这种 远远流长的 有这种老大历史的 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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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